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大早就联系副市长李四川了解状况 李四川表示紧接而来的海魁台风影响北部最大 8月31号到9月2号这三天会最接近北部 雨量也会增加提醒北市府各局处要加强防备 因为我们知道自救其实大于公住跟共住 所以在沙包整备的部分 我们目前整备有超过25000包 会议上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方面说明目前包括沙包等整备情况 因应苏拉台风来袭 台北市政府8月30号上午在灾害一面中心召开防台整备会议 作证指挥的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透露 正在上海参加双城论坛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早上6点就赖他关心台北状况 在赖里面问我大概台北的天气怎么样 那我刚好在路上我就跟他讲说台北天气很好 到这个市政府来又下了一点点消雨 那上来的时候天气又变好 所以我跟他讲说状况在今天台北的天气还算不错 那依照这个气象级的报告大概在中午 可能斯拉会影响的大概就是恒春半岛的部分 那对台北的影响真的没有那么大 李四川在会议上特别提醒相关局处 除了斯拉台风外更要注意紧接而来的海魁台风 因为它对北部影响更大 预计8月31号到9月1号9月2号间最靠近北部 那这一个雨量可能也会增加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各局处就 这一个雨量的部分要加以防备 由于这几天阵逢大潮 除了水利处要注意水位外 李四川也提醒交通局方面 加强注意题外停车场 按照SOP对外宣导 依照实际状况通知车主实离 提醒我们这个交通局 对于题外有一些停车场 那怕大潮的时候海水倒灌 如果有影响到我们的停车 那也请这个停管室能够加强的防备 那如果假设有这一个海水倒灌的状况 那我们就按照SOP 该通知这个车子或是必要的这个偷掉 我们都会按照SOP来进行 李四川也请观传局宣导 提醒市民台风期间不要去爬山 或是到海边河边游玩 也请在访办公室和台大气象团队 对海魁路径加强注意 亦有变化或强降雨要提早防备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老师李 响应金纸减亮并让普度艺术化 每年都会制作不同主题的纸意 今年别具创意 用回收的瓦刃纸 制作高达近2米的7层浮图 搭配元宵灯容回收的LED灯 白天夜晚都别具特色 更兼具环保与普度起伏的心意 将近2米高的7层浮图 在普度发挥现场看起来气派又隆重 大同区老师李每年都会发挥创意 制作普度用的折纸贡品 今年特别用回收瓦刃纸 制作七层浮图 搭配元宵灯容回收的LED灯 白天夜晚都别具特色 普度的时候我们都会绞尽心思 来做这个普度的活动 那因为这个台语说 古列没毒 新列没色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很传统 来做这些折纸 那当时我们想像说 我们如果折纸用传统的折纸的话 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这些折纸的作品 可能都要上万片的这个作品 那如果要厂子好看的话 那这个至少要可能20个作品 那就要20万张 但我们在想说 那应该要环保一下 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 所谓的瓦刃纸在回收 就是一般的这些家电的包装在回收 然后我们呢用巧试 像今年我们用这个 我们说做了这个七层浮图 就是说这个七层的这些宝塔 那用这个方式来呈现 因为我们每次做这些 这些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都大概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 就把它完成了 那实际上我们完成呢 到今天浦度 我们都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就展示在我们礼拜 那我们晚上呢 其实我们就配合灯光计划 我们就会把那些 以往正品的LED灯 把它拆卸下来 再回收再利用 然后把它摆在礼拜 所以晚上过去 里面实际上都会这样调一眼 那实际上是还蛮好玩的 法会现场还特别用布曼装饰 再加上108朵彩色莲花 华丽又不识庄严 七层浮屠周围 还装饰了折纸莲花和金元宝 都是用少量的金纸 却可以摆出满满整桌 里长说浦度是重要的 民间信仰习俗 希望在兼顾法会的隆重之下 也能够响应金纸减亮 像我们这个礼拜在办的这些活动 这么大厂 那实际上呢 它莲花至少就是 有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数 至少就是说1080朵 那比如说我举例1080朵 它莲花跟莲花座这样加起来 然后呢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 实际上它只有108朵莲花 扣除底座没算 所以只有剩5%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的折纸量 是一般这么样大厂的 这个普渡会场 我们大概减量95%的这些质量 所以对环保是有帮助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民主习俗 我们敬鬼神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来做到环保 从龙船花鸟柱 静字亭到七层浮屠 老师李让普渡除了庄严诚意之外 更增添艺术气息 也让李明期待 每年都可以举办出 不一样的普渡法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超过8成3的上班族 在职场上遇过霸凌 有6成的上班族会采取忍让 而在受霸凌的工作上 平均会忍耐将近两年的时间 才会离开 今年24岁的Andy 曾经在物流公司 担任大业班理货人员 身边同事多半是中年大叔 其中不乏黑道背景欠债的打工者 也因为自己年纪小而遭到同事欺负霸凌 之前在物流公司工作 然后身边的一些同事 大概是40到50岁的男生跟女生 背景有可能就比较复杂 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肢体上 或言语的霸凌 他们就是会用手去推你或是用脚踢你之类的 然后可能会叫你跑腿 那骂的话可能比较多像是脏话之类的东西 谢谢 37岁的Carol透过打工度假到日本百货业工作一年 却遭受严重的异国职场霸凌 主管刻意针对她犯了小错就被指着大骂 让当时的她罹患中度犹豫症 他们会用很严厉的口吻就是会比如说 你就是没有社会人的自觉吗 例如是这样子 或是你为什么要给周遭的人添麻烦 或是你是笨蛋吗 连这些都不懂吗 这些就是会让你产生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很没有用 后来就是让我自己就是很怀疑自己 后来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资格做这份工作的感觉 他还有就是叫我说那你就是滚回台湾这样子 这样类似的言语霸凌 今年30出头的Jack过去在卖场担任捕获人员 员工鉴检时检查出需要开刀的疾病 结束留职停薪后却在主管不断的劝退下选择离职 那我就先跟主管反应说那我可能要请三个月假 那他可能看我现在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 就说可能不能请太久 然后之后我就去住院 他也是有让我请可是我住院 后来我就请我家人拿那个整顿指名去给公司看 然后看到之后可能觉得下眼条就太严重了 然后之后就也没有来医院看我或是关心我 然后我就觉得这会人紧张会不会没有工作 然后就一直传讯息给他说 然后他就说可能叫我家休养之类的 叫我不要回来上班 然后之后就一直打电话给我家人说叫我 就是一直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可以做什么工作 然后有点自然而退的感觉 到底老太 到底老太上班可以吗 老太来上班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超过八成三的上班族在职场上遇过霸凌 有六成上班族会忍气吞声且平均会呆到20.5个月 也就是忍耐将近两年才会离开 那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八成三的上班族认为自己曾经遭遇过职场霸凌 那其中最常遇到职场霸凌现象 有57%的上班族认为自己遭遇过言语贬低还有嘲讽 另外49.9%的上班族认为自己曾经被刻意的恶意重伤 甚至是散播谣言 还有49.3%的上班族认为自己被刻意的排挤 另外有46.8%的上班族认为自己工作上被处处刁难 还有46.1%的上班族认为自己在工作上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援还有资源 那另外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也发现 通常职场霸凌的加害者44.1%来自你的直书长官 另外有36.3%来自于你职场周边的同事 那根据我们这次的统计也发现被霸凌者在他的工作场域 平均会工作20.5个月 也就是将近两年的时间才会选择离职 如果你自己遭遇了职场霸凌的情况 通常除了可以跟你的同事来申诉或者是来诉苦之外 我们也会建议你可以找一样被霸凌的对象像你们公司的工会 辅委会或者是人资单位来进行投诉 另外你也可以在录音录影的方式保全证据 以备不时之需 那另外其实劳基法14条也有规定 如果你的劳工在工作场域被你的雇主 雇主的家人或者是雇主的代理人 大声的咆哮甚至有暴力行为的话 你是可以不用预告的情况之下 就终止劳动契约 好根据我们这次调查 发现有超过六成的上班族 面对职场霸凌的时候 会选择隐忍不想把事情闹大 那另外有超过五成的上班族 认为他会选择离职 然后另谋高就有25%的上班族 他们会选择默默搜集证据备而不用 但是我们也发现 其实这次在职场霸凌的调查里面 有很多上班族如果发现了 你的同事是被霸凌的对象 有六成的人是愿意挺身而出的 那另外剩下四成的人呢 因为担心自己被贴标签 或者是也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因此选择视而不见 最容易发生霸凌情况的 就是传产制造业 还有公司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那主要是因为传产制造业 他们比较重视师徒制 还有经验传承 所以在职场文化里面 容易发生老鸟菜鸟文化 那另外呢公司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通常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正规的人资系统 可以来处理霸凌这样的事件跟流程 所以如果发生霸凌情况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他们很多工作的权力 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因此比较没有办法处理职场霸凌的状况 因此工作规模比较小的公司呢 也有可能成为霸凌时常发生的地点 调查也发现六成七上班族表示 遭遇霸凌会在心里留下阴影 影响未来的求职路 曾中威表示霸凌对受害者 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除了向管理阶层反应 建议向专业精神科医师求助 并以健康的方式摆脱霸凌阴影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导 再带一来看行政院环境部 未来要提升全民环保意识 办理环境保护职人体验工作方 透过多元情境模拟 职人经验与实地实习等教程 吸引民众体验环保的重要性 模拟独栽时 环保人员的佩戴装备与工作项目 去年参与环境保护职人体验工作方的学员陈小姐 兴奋地说着课程感受 并且还想预约今年的工作方 知识环境部为了提升全民环保意识 并了解环保职人日常工作开设的工作方 今年即将展开邀请民众来报名参加 其实在参加之前 并没有特别对这个议题有关注 那那时候是在下网上看到 那感觉课程非常的有趣 所以就而且想说是免费 所以就参加了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穿那个C级防护衣 因为比较好穿戴 那刚然后我们每一组会选一个人 然后穿这个A级防护衣 因为穿的过程比较繁杂 哦 就是其实蛮复杂的 因为像大家可以看到的都是包裙紧 而且都要用像这个胶带都要粘起来 避免那个空气的那些转无会进入到我们体内 然后造成还要穿戴这个面罩 那让我们比较不会受影 对这个虚拟体验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虚拟 那我们可以实际的操作到训练的人员的一些过程 那我们会透过摇杆操控还有无线电 然后进行破关任务 那我们就需要做沟通和分工点 那今年是以石虎为主题 那首先我们会在那个讲厅那些授课 告诉我们关于石虎的一些处境啊 介绍还有一些困境等等 那接着我们会他们会告诉我们 在那个科博馆内呢 有三只的石虎要我们去寻找 并观看他们的内容 那我们最后要设计一个教案 那去做发表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因为参加这个啊 会有不同的年龄层 还有不同的职业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除不一样的结果 现在的环境保护 大家的意思都很高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跟政府 来发挥所谓的环境行动力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方 就是希望大家来了解 我们的环保职人 就是包括执行环境机查的 执行化学災害应变的 还有执行环境交易人员 他们日常是怎么样来做环保工作 让大家能够了解 而且能够一起来推动 那期待 其实我们也期待很多年轻学子 未来可以投入这样的工作行列 因为环境不成立 我们需要很多人力 大家一起来帮忙 所以我们希望多的 以后多的青年学子 可以进入这样的领域 工作方针对环境教育 环境机查 独灾防救 三项职人体验 开放全国有兴趣的民众报名 易亏环保人员工作现场奥秘 同时了解正确环境保护知识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发挥 环境的行动力 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看到 有工厂排黑烟 你也可能看到汽机车排黑烟 或者你看到河川怎么会有污染的情形 或者看到被汽物随意被制的情形 而且很多人都很关切这样的议题 那环保不能负责 都是这样的管制工作 那或许透过这样的活动 大家了解说 环保机关人员 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 大家关切的环境课题 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理解 我们环保人员 事实上 他的日常是什么运作的 怎么运作的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三个不同领域 我们这次的工作方的安排 那第一个是国立自然科学博馆 可能在座很多人都去过 国立自然科学博馆 那里面有很多的自然科学的东西 可以让你学习 那可是 假如你没有透过一个环教人员 告诉你怎么 这些事情代表什么意涵 你可能不会完全理解 所以我们事实上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环境教育人员 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专业 那透过他的很多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 包括透过标本 剧本 导览解说 让你更为理解 这些环境的议题是什么 那目的是这样子 那另外 在这个课程里面 当你套到科学馆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这些环教人员 就会让你知道一些 你可能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他会用一些很多的活泼 生动的方式 让你理解环境的问题是什么 那透过不同的方式 来抓住大家的目光 那所以有致成为环境教育人员 事实上都会看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那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 大概是 这个是第一个环境教育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 它里面还有一些 我们在这个设计里面 还有因为2.50静零碳排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国家政策 所以我们有个专属课程 让大家以静零绿生活为一 来运作我们这样的环境教育 那包括议题分析 让你了解环境到底 人类对地球环境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还有透过桌游的方式 然后透过投入DIY的方式 让大家体验一下 怎么来了解2.50静零碳排 第二部分是环境稽查 就刚刚有提到 你很关切空气污染 水污染被欺误的问题 那还有包括化災的问题 因为很多化学物质 万一产生灾害的时候 怎么来应变处理 我想大家都很关切 那所以我们事实上 就在环境局的部分 透过环境稽查科 他们很多都第一线的执行人员 他们来执行这些的管制工作 让他们能够理解 那他还会提到很多 我们的科技指法方式 因为现在一个科技的时代 很多的科技的方法 会让那些污染者无所顿心 那第三个部分是毒化災 我们会在新北市消防局的 紧急应变学院来办这个事情 那我刚刚提到大家 对化学物质灾 可能会非常的担心 万一出了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再了解这些 护理第一线化災人员 他们是怎么来处理的 那这边大概也跟着 化災人员不是一般的消防人员 当然我们化災跟消防要合作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目的就希望 让学员去体会 毒化災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化学物质他们是怎么管理的 那还有模拟热物怎么来穿 中央的客人就怎么穿 那个防护衣 那防护衣有很多等级 一个很容易穿的 一个是很难穿的 要难度要穿蛮久的 所以就要经过练习 为了鼓励民众参加 各场次报名前20名者 或成功推荐朋友参加活动 就可以获得早鸟礼、推荐礼 课程全程免费 生动有趣又多元的体验 欢迎大家来报名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刑事局宣布侦破一起毒品走私案 嫌犯将amphetamine掺入蜡烛 在未造成法国知名的香风外盒 从加拿大空运来台 警方与海关合作层层溯源 逮捕到嫌犯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 画面上这个业性嫌犯手上的国际包裹 就是掺有amphetamine毒品的香风蜡烛 捐7月海关与刑事局合作 查出这个既至加拿大的国际包裹内藏毒品 于是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 终于破获运毒集团 并搜出五大罐内藏amphetamine的仿冒香风蜡烛 这个包裹里面 我们起货了amphetamine有16.28公斤 那在整个后续的行动 等局征判纳罪联合相关单位 组成专案小组 我们严密的规划部署以及分析 从7月22号到8月2号 我们联合台北市中山分局 包园以及台中市的警方 以及宜蘭县行大 我们发动了几波的行动 那查获了五名犯贤导案 从第一层的犯贤到第五层的幕后主席 除了仿冒知名法国香风蜡烛空运来台 运毒集团还设立五层分工断点 甚至留下错误的收件地址及电话 就是为了躲避警方查契 也就是说 他刻意留下是错误的收件地址以及电话 然后呢 让嫌犯可以去做一个规划 到邮局去领 那首先呢 是由这个第一层的月姓犯贤去领 领了之后呢 他再交给这个第二层的潘姓犯贤 然后潘姓犯贤呢 他再整个网上交 再交给这个第三层的周姓犯贤 等到再往上交的时候呢 他们中间就会再由这一个 竹联邦的这个马姓犯贤 来进行联系 联系 联系告诉这一个第三层的周姓犯贤 交给最后幕后的这一个 灵性首脑 警方已经将幕后的灵性主嫌 及收件的业姓嫌犯 共五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偵办 五人皆被裁定积押禁件 刑事局发明表示 将持续行政院 受毒追人断金流的反毒总目标 持续打击瓦解 制造运送及贩毒组织 维护国人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台北市近期的天坑事件 频繁引起市民关注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分析 几个主要的原因 也拟定相关的对策 为于南港高中后侧的 昆杨街六十巷口 挖鲁基专开道路搏油 这处路面凹陷的转弯处 过去曾进行铺补整平 不过没多久后 路面还是继续下陷 当地里长担忧 会不会是天坑出现前兆 因此要求台北市政府 新工处方面进行路面开挖 希望找出原因 因为这边路口有一个地方 有路面凹陷的情况 并且是补了右凹 重复的发生 再加上日前 我们发生了天坑事件 所以我们更加的上井发调 所以特别联络新工处 能够预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开挖 看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判断 凹陷的原因 我们才能够提前的超前部署 避免汗事发生 其实日前附近南港路三端 也出现过道路塌陷情况 经过调查 确认原因是雨水连接管脱落导致 对于短短三个月 台北市出现五处天坑事故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方面 也拟定多项对策因应 首先是加强道路巡查 并汇整路面破损塌陷异常个案 做进一步的开挖探勘 预防天坑发生 道路的巡查会是以新公处的道路的巡检为止 那一些相关的巡检的过程中 如果我发现是属于它的这个路基 或者是说路面的这个形态的破损是 可能一次去补完以后 后续的时间它就有产生 那这种方式我们就会把这些案子收集起来 去做后面比较属于需要做地底下的探测的 或者是邀级 比较属于几个大的单位 是像水利处 卫工处 以及自来水处 跟水有关的都可以一起来检视 地底下的一些管线的构造 是不是完整 另外针对污水干管 排水箱含及测沟部分 公务局也陆续进行检测 确保安全无余 卫工处的部分 因为卫工处是属于污水管 埋得比较深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些相关的 淡水河测有11条的 这些比较深层的污水下水管道的系统 我们做了检测 那目前的这个检测的结果 都是算良好的 在8月初我们就完成了 那水利处的一些相寒 也有差不多将近716公里 那这样的程度我们也希望说 跟不同的检测来做这个下水道的这个重重 那另外测沟系统是比较 是属于跟一般的道路比较接近 那测沟系统的这些检测 我们就会透过高高大陆的刑检 还有刚刚所提到的 会有一些道路在铺足过程中 的回报它有一些相关的资料的收集 我们来看它是不是有连续一次或两次以上 必须要去做布局 那这个可能是它地底下的路基 我们就一并来检讨 看是不是这些路基的问题是 还有受到水的重刷 我们就会一并来改善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在淡宁来看日本 是国人最爱的旅游地之一 台北市与日本松宾市 再次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书 除了进一步深化交流 两市更合推互送旅客计划 两市的市民到彼此的城市旅游 将可以获得专属的礼物 日本冰松市长终于又借现场 吹起迷你口琴 台北市长蒋万恩则是开箱 内藏玄机的纯签筒 这是台北市与冰松市 合推的互送旅客计划欢迎礼 从今天9月到明年3月间 两市市民互访彼此城市 将可获得内容丰富又实用的限量好礼 不管从冰松市的朋友来台北 或我们台北的市民到冰松市 都可以得到我们两市的专属礼物 我们也希望透过旅客互送计划 在疫情之后能够大幅提升 我们更多观光客 和固访交流的人次 而且这段期间 从今年9月到明年3月 刚好台北市也会有许多大型的活动 包括我们10月会有白昼之夜 年底会有跨年 明年的春节 灯节 到3月的智慧城市展 我们都非常欢迎 我们来自冰松市 所有日本的朋友 来体验台北的精彩魅力 我期待这些活动 透过这些活动 台北市民到冰松市 冰松市民到台北市 来做更多的旅游 以及进行各方面的交流 未来真的很期盼 在文化教育产业 多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 我们请两位市长签署 台北市与冰松市友好交流协定 在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希青 与冰松市议长沪田成等人见证下 台北市长蒋安 与冰松市长中野佑介 也签署友好交流协定 希望在两市签订的 观光都市协议书10周年后 能进一步深化台日之间的交流及合作 在疫情之前 2019年 我们台日双方 旅客互访的人次就超过了700万 那疫情之后 到今年的6月 台湾民众到日本旅游的人次 就高达180万人次 那日本朋友来台湾 就有超过32万人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样的基础 以及在今年高考市我们两市签订观光交流协议 10周年的日子 我们再一次签订 两市友好交流协定书 来更加的深化台日之间的交流及合作 两市府会首长也分别护赠礼物 蒋安期盼 两市情宜人长长久久 也再次邀请包含冰松市民在内的所有日本旅客到来 体验台北的精彩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疫情解封 观光旅宿业的业绩持续回升 但是缺工却造成了复苏的最大阻碍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只有5成5的企业有真财的意愿 6成8的观光业无意再加码调薪 但您一块了解 担任日文导游多年的Toku 受疫情影响 长达两年几乎零收入 好不容易等到解封 国内景点仍未见大批外国观光客人潮 让他苦叹 不知何时能回到疫情前的旅游常态 从事英文领队导游工作的Chris 专门带长城的欧洲团及旅游团 虽然国门已经重启 暑假出国人数明显激增 但是欧美团却不见起色 同样也在苦苦等待 一开始当然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是外国旅客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那现在其实 国门在去年的十月份已经开放了 但是因为我主要是做日本客的关系 那日本这个国家比较谨慎 听说他们现在就是开放 但是公司这边还没有让社员们 有可以出去玩的意愿这样 那加上现在日币比较便宜 然后国内的饭店的费用也调涨的蛮多的 所以导致日本旅客 现在来台湾有点却步的感觉 简单来说我疫情前的话 我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五天 至少五天要带团 可是现在我到目前为止 至03街道就是一两个比较小的case 目前叫做缓慢回温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去 但是团量很少 那团量很少 不是因为旅行社他不想要出 是因为没有航班 因为你知道三年 然后很多航空公司关闭裁员了 那这些机师很难再回来 很难很快的 这个飞机又买回来 然后机师又回来开飞机 所以航班很少 所以对旅行社来说呢 它的成本增加抢不到机位 抢不到机位 通常大概十五个人 就会有一张团体票FOC 是免费的 那现在没有什么团体票 每个都是单独要个别买的 如果说你很紧急的话 硬要抢到这个朋友 好不容易有一个团员 临时抱进来 最后一分钟 一张票四万块来回 很贵比以前的好几倍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观光产业对于今年景气 可以抱持正面态度的企业 高达八成五 但询问业者 下半年是否开缺真材 结果显示 只有五成五的企业 有真材意愿 更有六成八观光业 无意再加码调薪 根据我们111 目前资料库的显示 观光产业呢 今年就有超过 五万三千个工作机会数 那对比疫情 比较低迷的时候 足足翻了两倍以上 那目前比较缺工的 包含像是第一线的 基层全职人员 比如说像是房屋人员 柜台人员 还有厨师 以及业务 跟内勤客服等等 好 因为根据我们的统计 今年呢 下半年度只有六成八的企业 是没有意愿再加薪 或是提供其他福利 只有32%的业者表示 有可能会有调薪 或是其他福利的展现 那主要是因为 根据主计处统计 去年的一月到十一月 观光餐饮业呢 他们调薪的幅度 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 远远胜过了金融业 所以再加上今年呢 有五成四的企业表示 上半年度 已经帮员工加过薪了 那在这个加薪 导致他们获利 产生一点压力的情况之下 下半年度想要再加薪 是比较困难的 真采预员比较高的 像是星级饭店啊 主题乐园 还有饭店商场 跟观光工厂等等 之前是因为受惠了一波 国内报复性消费的人潮 但是像是旅行社 还有民宿业者 有一些资本额 没有那么雄厚的 中小企业 可能他们平常接待的是 国际观光客的团客 那现在呢 在团客还没有办法 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 他们看不见实质的收入 所以导致他们会抱持 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情 所以采取现行有的人力 来进行公司的营运 疫情刚开始 然后所以饭店这边 也有一些人力的 调遣 然后到后面就是 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 所以开始就是有一些 就是人力的调动 那因为人力调动之后 跟我原本想要做的 产业类别就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后来就自动请辞 这样子 后来因为就是想说 要找其他的收入来源 所以有去广告公司 然后开始接了一些 平面的拍摄跟就是广告的收入 然后甚至后来开始接了一些 不只主页是婚礼的主持 那后来开始接了一些活动类 比如说记者会啊 或者是一些商务的活动 那开始把后面的 就是前面之前没有赚到的 慢慢慢慢的赚回来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资料库显示 目前观光产业有超过 五万三千个工作机会 和疫情期间相比 已经翻了两倍 但疫情警戒期间 不少从业人员 早已转换跑道 短期间清皇不接 提高企业征裁难度 好 其实我们人力银行 会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呢就是希望 业者不要再执着于 寻找全职员工 可能改用一些计时员工 或是兼差的方式 来弥补人力缺口 那第二呢是把一些工时 比较长的工作 比如说像是柜台服务人员 改成两班或是三班制 然后再搭配一些工时 比较弹性的高龄就业人口 来让他们的这个服务 不会中断 那至于第三点呢 则是旅宿业者 他们可以采取一些 自身的优势 提供员工 除了加薪以外的福利 比如说他们可以提供 免费的员工餐厅 或者是免费的员工住宿 来节省员工的通勤交通 还有时速等等的费用 在没有办法帮员工 开源的情况下 用节流的方式来吸引人才 另外少子化现象 也直接冲击产业 最缺乏的继承能力 人力银行也建议 可以用兼职或弹性工时 并以现有资源提供福利 提高就业意愿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 各家月饼礼盒 其初抢商机 喜哈尔基金会 这次用传统的月饼工艺 搭配羊汁甘露 抹茶Q芯 纹参茶等创新的口味 并邀请艺人 林心如代言推荐 喜哈尔基金会 推出的中秋月饼礼盒 选自吉米样本 旺季清一下中的 经典场景 作为外包装 让购买民众 随着画面去旅行 同时邀请艺人 林心如代言 发挥自身影响力 判民众中秋认购 喜哈尔礼盒 同时做公益 烏豆沙蛋黄 看个新的姐姐 给她介绍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 烏豆沙跟甜蛋黄 很赞很赞很赞 来来来 那第二款呢 羊汁丹露月饼 羊汁丹露里面 是大家现在最夏天 最受欢迎的口味 里面有什么 奶奶 鸡 羊汁 野奶对不对 好 另外呢 是很多人都最喜欢的了 巧克力 坚果 里面有巧克力 坚果 还有焦糖 还有焦糖 而且呢 它公司饼皮 就是纯纯的巧克力 对 好 那下一个呢 抹茶QC月饼 里面有抹茶跟Q 华吉 好 那下一个 最后一个是 三茶月饼 因为吃起来有茶的香味 那我们基基会呢 从28年前成立 但是我们月饼 已经卖了27年 所以呢 我们有很成熟的制作技巧 而且呢 在这么多的工艺品牌里面 就是我们喜寒盒 真正有三家 2万 Iso 2万2的烘焙庇物工厂 还有一家 Iso 2万2的冷冻庇物工厂 是为我们 让我们的 总共呢 我们在这边就业的 有三百多个烘焙庇物工厂 那他们每年的五千多万的薪水 其实都是从社会大众购买的商品 去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些收入 所以非常谢谢 然后我们也很用心 不管在我们的品相 画面 盒款 我们一直都很用心 我们今年的品相呢 就是也都兼顾到年轻人的口味 比如说有文山茶啦 有这个抹茶Q心啦 那当然也有传统的广式月饼啊 还有蛋黄酥 凤梨酥都有 还有羊汁甘露老师 羊汁甘露现在好红喔 这个羊汁甘露也有 所以呢 真的 我们的用心就是见过大家 然后我们的画面呢 我们已经20年前就开始跟吉米有合作了 那近七年来每一年的中秋月饼 都是由吉米来提供他一本绘本里面的一些主题 一些画面来当我们的合面 那今年我们是用忘记清一下这一本绘本 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 有一个孩子 然后他就是坐火车去旅行 他就想到一些他忘记了的事 那我们这个画面呢就让我们 选了一个主题叫做跟着心去旅池 那刚好我们今年的爱心大师 就是我们的心如小姐 跟着她走就没错了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的这个核款呢 其实也是要符合环保嘛 所以我们核款又要漂亮又要符合环保 所以我们今年有双城核 其实大家可以拿回去收藏的 可以放一些小小饰品 这个叫做心 心占典藏 然后另外一款叫做缤纷旅途 它是旅行箱式的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带着回去 所以今年呢不管个人送礼啦 企业采购啦 还是说你愿意把这个饼 支持汉儿以外 另外再送给偏箱的孩子 或者弱势家庭 我们都有提供 可以让大家很好的选择 应该是六年多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买了 就是喜汉儿烘焙的这个饼干 当成她的这叫什么 迷月礼 对 突然忘记怎么讲 那对 当她的迷月礼送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 在女儿的出生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把这一份幸福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她到这个世界上 来的这个开始的时候 就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一直在关注有关于公益的这件事情 然后对于喜汉儿这个烘焙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每次经过那条 光复南路那边有一个烘焙房 我每次经过的时候 名声店 是名声吗 就是在东方光复店 光复店 对 然后经过的时候 我就会去买一些面包啊 饼干啊 甚至是在路上 常常在 应该是忠孝东路基隆路口 都会有一些汉儿在那边卖饼干 对 可是看来都会买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只是举手之劳做工艺 可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对他们努力 他们的肯定 嗯 传统月饼工艺搭上 创新口味 羊汁甘露 抹茶Q芯 文山茶等新口味 让喜汉儿们大展身手 搭配漂亮具收藏的外盒 要在中秋节 将用心制作礼品与美食的心意 传选给大家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市长谢国良 在开学日当天到镇兵国校 欢迎小一新生入学 学校特别安排有趣的机器人互动课程 带领小一新生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开学日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特别来到正兵国校 跟每位小一新鲜人开心急掌 欢迎他们上小学 正兵国小邀请新生敲智慧锣走智慧门 还请出小小机器人 带领市长和小一新生一起跳舞 我觉得特别的兴奋 也有一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其实也就是这个年级 我的女儿小爱 她今年也要念小一 所以我送完这些正兵国校的孩子以后 晚一点我也要送小爱去上课 那我看到这些孩子都觉得长得很健康很开心 然后每个人都精神抖操 然后都来学校感觉很期待 那其实我家的孩子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环境教育机构 除了教孩子以外 其实要培养孩子对于学习的一个兴趣 跟校园环境是一个喜欢让孩子待着的地方 因为我小时候课业 我觉得相对还记得很重 所以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对学习会有一点点抗拒 长期来看 所以我觉得学校如何维持一个 让孩子们喜欢留着学习的环境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透过送孩子上课 透过跟这些孩子互动 我自己也想我们在教育政策 还是有待更多我们一起可以努力的地方 为了欢迎新生入学 市长谢国良致赠给每位新生 优质绘本及铅笔盒 期许孩子们都能热爱阅读 此外也准备给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赠予家长会长钟馨怡 向家长们传达是否正在推动的重要教育政策 也表达对于教育尽最大努力的宣誓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另外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带领老师们 装扮成著名电玩马力欧中的人物 开心迎接58位小一新生 走过聪明层 你的宝贝会变得聪明又奇怪哦 通过聪勤门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位 逐一跟着58位小一新鲜人集长 热忱欢迎他们加入成功国小这个大家庭 成功国小音乐班学长姐更用音乐 迎接这群小小学弟妹和陪同的家长们 一起迈入求学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 8月30号开学日 一大早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就带领老师们 特地着装打扮成著名电玩电影 马力欧中的可爱人物 迎接58位小一新生入学 让小朋友们在快乐开心的氛围中进入国小 不会害怕也让家长放心 那我们今年的一年级的新生呢 总共有58位 那学校呢 特别以马力欧的造型 校长跟主任还有老师们 用马力欧的造型呢来迎接我们一年级的新生 那我们希望呢成功国小的小朋友呢 有马力欧爱冒险进取以及勇敢的精神呢 克服呢生活中种种的挑战以及困难 只有今天哦 马力欧只有今天出现哦 但是呢你们每天还是要继续来上学哦 激动市议会议长佟子伟也应邀特地到学校用急掌 以及治证绘本和防灾头套的方式 欢迎这群小小新鲜人进入成功国小就读 更特别推荐对于音乐有兴趣的小朋友 三年级之后也可以加入成功国小的音乐班学习 那我想我们以成功国小作为校园的新改造计划 把我们的社区改造跟成功国小共融 那我们当然要让校长提到音乐班 当然也用开场表演是音乐班的小朋友来做表演 希望大家以后三年级的时候也可以加入音乐班的行列 我想成功国小音乐班是全市唯一的一个国小的音乐转班 那也有非常多的特色的教学 那老师也都非常的卓越 那我上次也来这边表演过 那我们把琴房整间的非常漂亮像电视的场景 那我们希望大家走进校园都是感觉到非常愉快的 它是一个跟社区共融的公园 未来即将又有一间移植基座这个活动中心来完成 活动中心跟操场的搭配 我想在这边读书学习会是非常快乐的 那我想我们在校园老师 校园长老师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这个学校绝对是会是我们能爱去未来首区一直的学校 也希望师求无礼的小朋友都可以在地来就学 拿到惠本和防摘头套的小衣新鲜人 非常有礼貌的感谢议长叔叔的关心和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造极人张耿辉议员 在开学第一天到七堵国校有关心视察 由警察局第三分局和副佑队负责的行人友善 及互同专案的实施 肯定他们也感谢警方和志工们的认真执行 学童及家长下课过马路警察局第三分局 以及副佑队远警们配合学校志工立刻协助交通指挥 紧盯学童过马路的安全 同时宣导契机车 里让学童和行人先行过马路 警方也拿着手板在路口宣导 教育学童们行人友善的正确观念 由于推动行人友善政策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安全过马路上下学的重视 因此在暑假结束后开学第一天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惠议员 特地在七堵区七堵国小关心视察 肯定由警察局第三分局和警察局副佑队执行的行人友善互同专案的实施 不管是来这边协助行人改善 还是我们不同专案计划也好 都非常认真的在执行 我想尤其行人改善 这个让我们小朋友 从小养成一个遵守交通规则非常好 从小让他们养成习惯 那以后长大的话 我看也一定会好好的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我想对于我们这个 谢市长的整个正面在推展这个专案的话 我想正面性非常好 也希望我们全市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响应 也一起来支持这个方案 副佑队队长吴静怡和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许耀斌表示 警察局长张树德非常重视市长谢国良 推动的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 因此特别指示警察局各单位 务必做好现场执行维护以及宣导的工作 也由衷感谢市议会议员们的支持 因为我们是要落实推动这个 谢市长的行人友善这个政策 那互同专案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今天看到三分局这边很认真的执行 然后副佑队这边也会来督导办理 互同情路是本分局的重点情路 那我们在开学以后在学校的一个 上学还有放学时段 我们都会派遣同仁来做个交通疏导 那也让学童快乐的上学 平安的返家 谢谢 基督国小校长林志彦也认为 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是一项好的政策 让小朋友潜移默化 从小扎根 学习里让行人优先的正确交通观念 警察单位他们每天都会在路口来协助 那这个家长们都非常有感 而且非常欣赏这样的一个制度 因为学生最重要就是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在学校的课程里面 也会把交通安全这一块再更加的落实 让小朋友在交通安全的意识这一块 能更加的提升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 召集人张耿辉强调 市议会一项非常关心重视各级学校 各项教育及校园安全等问题 对于警察局认真执行行人友善 及互同专案政策的推动 给予高度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有民众投诉中正区有罚单陷阱 地点在中正路往安兰桥的交叉路口 民众向市议员张浩瀚承请反应 一块来关心 中正路往海大方向车道 来到安兰桥头 只能继续行驶 不过地面上画设了左转标线 民众若没有注意 忘了打方向灯 就会遭到检举打屋底上 是因为它也有路标 静止右转 可是现在因为它把它画成 左转的标线图了 所以造成用路能无所适从 你现在没打就是违法的 我们这个标线 你照理说 你执行车 大家执行车 现在因为右转 有一些都有人右转 是不是可以把标线 没有弄清楚的 静止右转标线 如果在马路上 你可以噴静止右转的数字 不要造成一个陷阱 让民众吃了荷包 民众收到罚单很不服气 但问问周边的住户 大家都没有注意 地面上左转的标线 没习惯打方向灯 而实际到路口观察 经过车辆 只有手术会打方向灯 到这边你不可能右转 你就是左转 大家觉得我是马路正向 因为你这边是单前道 你这个不是双向道 我可以右转进去可以左转 你到这边一定是左转 所以大家 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个是正向线 他本来没有多出地下线 后来才弄的 他现在后来还弄了 一定有人会 起码有被他照相的很多 我从来也没打过方向灯 到底是直走还是左转 哪有左转 只有中正路 中正路走中正路哪有左转 不合理 因为他只有一条路 顺着左手边走 那他也禁止右转 所以不打方向灯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吧 那被检举的话 当然会觉得很很奇怪啊 就是只有一条路而已 这样子会造成用路人的困扰这样子 原来不少车辆在行经安然桥头 因为不熟悉路况 会右转风忍街 造成逆向行驶 市府今年5月重新铺路 在地面上漆毁了左转标线 不过逆向行驶的情况 并没有改善 这样的一个左转的划设 其实立意良善 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说 我们个里的一个里长 能够向我们的一个居民 来进行一个宣导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也增加我们的一个 禁止右转的相关的一个排面 那第三 针对于整个道路的一个标线 那我们也请交通处 来做一个彻底的一个研理 那是否这样的一个 左转的一个专用的标志 真的符合民众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需求 我们本市的中正祥峰封阶那个路口 它其实是一个四叉路口 那因为最近有民众检举 就是从中正路往郊区的方向 在那个路口的时候 我们有打方向灯 照后方的车辆检举 唯一规定使用灯光 那这个部分呢 经过我们现地有去做看过 那我们当地的民意代表 也有来做关心 那这个地方 要不要打方向灯 我们原则上是尊重道路主管机关 它的设置 但是如果在那个设置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在邀请相关的道路主管机关 本局公务处跟交通处 来现地做个会刊 然后看看当地的设施 是否有需要改善 地面上新设左转标线 大部分用路人都没有注意 有人抱怨根本是故意设陷阱 都被后方车辆检举 市议员张浩瀚建议市府 研议相关配套措施和标线标志改善 以符合道路现况和民众实际的需求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